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出外景來到了長城 為什麼我們今天來長城呢 因為我們跟你談逼迫 大家知道這個長城是很多人被逼迫蓋出來的 你知道我們那個歷史上 有所謂孟江女哭倒長城 當然那是故事不是真的歷史 你知道嗎 孟江女她就這樣子在那邊找到丈夫 一直哭哭哭哭到最後 哭了一個千古名言 天人的最好 好對不起 拉回來 我們完全完開了 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事情是逼迫 到底現在很多基督徒有一個很大的逼迫 聖經上有清楚的說 我們直接看 好 在阿太書四章2829節 新普及一本 讓我們一起來念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們和以撒一樣都是按照應許生的孩子 我們新約的基督徒 每一個都是按照應許生的孩子 約翰福音也提到 我們不是按照仁義生的 我們不是按照情慾生的 是聖靈生的 是神所生的 好 那些要你們遵從律法的人 正在迫害你們 就像靠人的努力出生的兒子 以實馬力 迫害靠聖靈的人子出生的兒子 以撒一樣 各位 你們是按照應許生的孩子 但是有很多的人 那些人他們要你們去遵從律法 要迫害你們 可是真的如果你有興趣 你去搜尋我們其他的視頻 在律法上我們已經死了 我們早在律法上已經死了 聖經上寄了當代中文一本 Hallelujah 我真的要跟你說 所以我告訴你 就很像是以實馬力 那時候是要迫害以撒 他想要奪取以撒的產業 你知道嗎 現在有很多人要我們一直遵從律法 你們你看基督徒 基督徒因為恩典信徒 你還是要遵從律法啊 可是聖經上怎麼說的 那些要你們遵從律法 正在迫害你們 要你們靠你的努力 不是的 我們要靠聖靈 我們是靠聖靈生出來的 各位弟兄姊妹 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 如果你被迫害說什麼什麼什麼 你們這些人就是廢法主義啊 就是相信恩典然後就隨便 沒有 因為愛人就不去犯那些罪 人就不去做那些不對的事 但是我不是遵行律法 因為聖經上清楚的說 羅馬書清楚的說 在律法上我已經死了 每一個信耶穌的弟兄姊妹 在律法上你都已經死了 律法犯一條就犯全部 你有辦法每一條都守住嗎 各位弟兄姊妹 光是一個不可貪心啊 你做得到嗎 你有守安息日嗎 各位弟兄姊妹 好 我們繼續看下一頁 經普及一本 四章三十三十一節 聖經對這件事怎麼說呢 把那個奴婢和他兒子趕走吧 因為奴婢的兒子不能和自己 自由婦人的兒子分享產業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不是女奴的兒子 我們是自由婦人的兒子 聖經上怎麼說 這是聖經經經普及一本喔 聖經上對這件事怎麼說呢 以時瑪麗跟以撒呢 律法跟自由呢 跟聖經要怎麼樣呢 把那個奴婢和他兒子趕走吧 把律法趕走吧 把那個奴婢和他兒子趕走吧 因為女奴的兒子 不能和自由婦人的兒子分享產業 這也是為什麼 羅馬書4章14節說 你知道唯一可以使神 應許你的應許廢棄是什麼 羅馬書4章14節 你若屬乎律法才得為後世 信就歸於虛空 應許就廢棄了 你自己去查 真的經文是這樣 如果你清楚我們其他視頻 有講清楚這個經文 我要告訴你 如果你想要靠律法 你就不是自由婦人的兒子 你就不能夠領受那個產業 這就是為什麼 如果你恩典跟律法混雜 你又想說一靠恩典 然後又偶爾我要靠我的行為來蒙福 那麼就是混雜 那你有靠的律法應許就廢棄 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神答應你的事沒有成就 各位弟兄姊妹 好我們繼續看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不是女奴的兒子 我們是自由婦人的兒子 請在自由裡頭 要在自由裡頭 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自由 你要知道你在一個地方 有真正的自由 你就知道聖靈在那個地方 哈利路亞 我們看下一頁 加大太書5章1節 還是新普及一本 基督確實已經釋放了我 你們要確保自己繼續在自由之中 不要再被律法的苦易束縛住了 不要再被奴仆二挾制了 你要確保自己在自由裡面 不再要靠遵守律法 你要確保自己在自由裡頭 讓聖靈引導你做很多事 不再是一堆律法規條 乃是與神同行 讓聖靈一點一點引導你 不再是基督徒一定得這樣 一定得這樣 一定一定一定不能神處罰你 基督徒我奉獻我服事我祷告我敬拜 因為耶穌對我的愛因為我愛祂 你就算不奉獻神也是愛你 就算你不服事神也是愛你 就算你沒有去主日神還是愛你 但是我鼓勵你 你要奉獻你要禱告你要讀經 你要去主日你要更多認識神 因為這對你有好處 因為這麼愛你的神 你要來認識祂你就被祂愛 你懂嗎各位弟兄姊妹 你要確保自己在自由裡面的去做這些事 那我為你祝福祷告 親愛大爸天父我們祝福每一個 你所愛的兒子跟女兒 每一個神國的王子跟公主 我們恢復我們的身分 我們是王子跟公主 覺得說保守我們 讓我們知道在律法上我們已經死了 讓我們清楚的知道 是的有人會迫害我們 要我們回去遵守律法 但是在律法上我們已經死了 我們不用遵守律法 我們是因為基督的律法 因為愛而不去做犯罪的那些事 謝謝耶穌為我們成就這救贖之功 謝謝耶穌成為那完美的赎罪祭 因為耶穌無暇無慈 我被神看為無暇無慈 看為成聖成義完全了 謝謝耶穌在地位上使我們成義成聖完全 我們也會彰顯出 你已經給我們的成聖成義跟完全 讓世人看見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 看見上帝的美好 讓我們透過倚靠神的愛來影響這個世界 使他們來歸向這位神 奉耶穌祢祢祷告阿們 祝你